今天我们来编织一个可爱的小天鹅 用单骨线可以做包挂 用双骨线可以作为一个收纳包 首先环形起针 勾一个锁针固定 第一圈 锁一个起立针 绕线圈编织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完成 收紧线圈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中引拔 第二圈 锁一个起立针 在第一个针目中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接着在每一个针目中增加一针 第二圈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十二个短针 第二圈完成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中引拔 第三圈 做一个起立针 在第一个针目中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中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第三圈 隔一针 加一针 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十八个短针 第三圈完成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中引拔 第四至第十二圈 按照文字图解 用同样的方法编织即可 第十二圈完成以后断线 第一个针目挂上记号扣 接着往左右各数十个针目 第十个针目上分别挂上记号扣 留作备用 现在我们来编织脖子的部分 首先 起十个锁针 锁一个起立针 编织九个短针 九个短针完成 在最后一个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锁一针 在锁针处挂上记号扣 在同一个针目中 继续编织两个短针 接着继续编织九个短针 第一行完成 第二行锁一个起立针 翻转支片 依次编织十一个短针 十一个短针完成 在上一行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再编织一个短针 锁针处挂上记号扣 接着继织编织十一个短针 接着继续编织十一个短针 第三行锁一个起立针 翻转支片 编织十二个短针 十二个短针完成 在锁针空隙处依然编织一个短针 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 锁针处依然挂上记号扣 继续把十二个短针编织完成 最后一针完成断线 留三十厘米线头用于缝合 我们用环形起针的方法 编织好天鹅的绘部 然后我们取出颈部 对折 用短针连接绘部编织出脑袋 我们在颈部的三行各条一针 勾针挂线 锁一个起立针 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从绘部的第一针入针 编织一圈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编织完 继续来到颈部 在颈部挑三针短针 接着在颈部的第一个短针 从针目中引拔 头部与颈部连接完成 头部第二圈 线索一个起立针 在第一个针目与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减针 接着编织9个短针 再编织一个短针减针 编织9个短针 第二圈完成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中引拔 第三到第五圈 按照文字图解编织即可 第五圈完成 用缝一针穿过针目的外半针 收紧 将线头隐藏在织物背面 头部编织完成后 首先我们用缝一针缝合颈部的前三针 颈部各剩下的十个针目 正好对应我们身体部分预留的十个针目 脖子缝完以后 我们继续在这里缝合 如果我们用来做包包的话 可以在这里缝上拉链 如果我们用来做包挂的话 那我们继续用卷针缝缝合 翅膀的部分与身体起针相同 第三圈在第三 第四组夹针的中间 多编织一个锁针 我们用记号扣标示出来 接着第四圈 锁一个起立针 编织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第四圈 隔两针 加一针 我们先编织两组夹针 接着编织一个短针 直接在锁针空隙中编织三个长针 三个锁针 在第一个锁针针目中编织一个短针 继续在锁针空隙处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倒数七个针目 在第七个针目中编织一个短针 继续编织两组夹针 第四圈完成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中引拔 断线 一个翅膀就完成了 这里我们需要编织两片翅膀 用胶枪 粘合在主体上 如果是火烈鸟 我们在第四圈的位置入针 重新起线 编织一个25针的锁针即可 本期教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